大家好,現在給你們看一下,我最近做了一些些啦 這個是下一集青銅竹冠軍啦 哎呦,我在爆雷啦 哎呦,沒有撒家的 好啦,就先看到這裡吧 我就是說呢,在還原那個動漫的畫面嘛 他其實一開始有天空王,先看這個新篇章75集 然後天空王被那個梅爾先生解決了 後來才有這個聚合鐵啊,冤子武士啊,邦古啊,棒球棍啊這些聯合去作戰嘛 所以這個片頭可能比較長,就先開始先做了 哎,這個上次不是來過了嗎,你怎麼又來啦,我看一下怎麼回事 然後那個上去過了,他自己可能沒有發現我上去了 第二個賬號,95集 等級也是稍微偏低了,334伏 應該是要練到了124集左右 沒有關係,看一下怎麼回事 應該是要124集左右 130集啦,進入那麼快啊 好,你是1480名 哪個男人奇遇 帶暴三 14萬 你玩的角色,處處都是經典啦 改造傑諾是練攻擊啊 你是不是想要氣死人啊,你是 防禦版本,假面 這暴三真的不行啊,這個真的 哇,你這個裝備運,還不是不行耶,還很非洲耶 他也是很非洲喔,攻擊的 你該不會把攻擊的給分解了吧 是吧,這個很非洲的,我看一下喔,看怎麼回事 這買過了是不是 好,那還有四次嘛,對不對 非洲 狂人可能是歐洲啊,怎麼不這樣說呢 看著喔 形象不要弄那麼強嘛 要保持剛做完飯的樣子嘛 然後過來之後要秒開嘛,你有沒有做到嘛 有沒有看到就好了 不是跟你開玩笑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你要起飛,你要給暴三穿的是上等的東西嘛 欸,剛剛,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你這個防禦的,我馬上就改成這樣了 嘿呀嘿呀 走,PK長 稍微強了一點啊,不是多強啊 不過上來,也是幫你搞了一個你前手未見的裝備 是吧 你是等於說你給人家越戰啦 你這個神 攻擊版本的傑諾是 你還把殭屍俠放到後面去 你是大神是不是 我真是 嘿呀 你這個帳號是沒有辦法打架啦 好不好 我們因為 你要有一個攻擊角色嘛 你要去抽 你要有黑卷要上來要買要解任務嘛 對不對 那有鑽石嘛 要去每個月去買黑卷嘛 不夠要課金嘛 是不是,這暴三要課起來嘛 好,我看一下你的暴三齁 龍卷目前還要活著 活著就還有機會 改造傑諾斯要做生命 你走到攻擊去了 好,你的龍卷炸下來了 哇 傷害是沒有 改造傑諾斯的攻擊版本 27萬 你這個改成生命也有200萬 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火 那個 我狂人進一年 有空可以去打一下傳說對決 或是看看有什麼熱門的遊戲 我們再往那邊發展好不好 這個帳號是 你先 還有100多個讚啊 你們是怎麼講 現在比誰的讚多是不是啊 那麼厲害啊 可以換下一個帳號 這個帳號也不是啦 就是說要有角色 你的角色先抽的 這還要復箭嘛 好不好抽一隻嘛 一隻都沒有怎麼辦呢 394伏,113级 你們看狂人做那個片頭啊 像現在26號嘛,我想要做到 大概30號,31號 就做完嘛,然後每次就增進一下自己的技術 這一點是很重要,雖然我們不是那種專業級,pro級的 不過就是學習是很好的 好了,舔狗 舔 冠軍,小軍,哎呦,在地蠻高的嘛 哇,這個很棒很棒 這個都已經是買完了 然後有些老手啊,你們放寬心嘛,對不對 因為這個玩的遊戲,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那狂人都好好的去看這個帳號 哇,這個角色是三隊全齊了 有沒有,你看 很厲害,一個,兩個 喔喔喔喔 還不止三個啊,四個啊,四個核心都有啦 然後普洛斯是掛了一顆星 頂槍這樣的玩法就是 還不錯,我們之前有幾個隊伍極限球吧 隊伍看到這樣的一個陣容 喔,所謂還不錯 就是我們對面的玩家,有的時候他就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我們的帳號不知道為什麼 開的運氣比較不好啊,但是他們在 對,亥犽威,亥犽威要鍛鍊一下 好,這個陣容的話,聯西 反傷 酸石 OK,酸石弄斧 那我看你這個卡片應該是掛怪人對不對 那個人血卡 打一下看看 兩個都是棒球棍,然後對面還有一個金屬騎士 你這個等於說,要直接開頭我們就用棒球棍扛全部啦 一個少六個啦 這個玩法一看就知道是這樣子啊 台湖現在最流行的玩法在這個階段是這樣子 所以東南亞的朋友有時候看這個影片也差不多 你要記得球棒拿了之後給他生命好了 他其實是很出色在很多戰場的表現 好,這個六千多萬,對面這個打得太狠了吧 哇,他這黑光比你還狠,還多掛一個King 多掛了一個King,然後 你這個地方 先看一下吧,我看一下球棒 其他我是不大看的,我會看看你球棒玩得怎麼樣 還有你的酸石 因為你的人血的卡片剛剛看是掛的怪人 怪人角色太多了 你加波羅斯,你幾乎全體都是怪人的角色了 好,球棒第一波 先波羅斯先反擊 還沒有 我看不到球棒的血條,還要等一下 護體也是很多,這個黑光 蠻頑固的 棒球棍打過來 哇,你這個阿修羅也是生練過的 阿基諾斯博士的禪物 這一拳超人的新動漫今年也應該出來了 我後來想一想他這個十二星座有一定的道理 我有點高興又有點擔心 我不知道官方在想什麼 因為十二星座剛好是一周年嘛 有沒有,十二個星座剛好是一年嘛 所以他可能打算一年玩一個主題 也有可能這種想法 然後加上動漫的開發跟授權 我也不清楚 我真的沒有問過這個遊戲會做多久 這是避免會有點... 忍不防會擔心一下,是不是 阿不要再做一做,把視頻器關起來啦 這...這開直播在罵人啦 是吧,尤其我還在玩啊 阿,要好好地去經營喔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會擔心呢 好,那現在是兩個了 哇,你破洛斯跟棒球棍看到這裡就知道練得很好 這場打出是正常,這個沒什麼 這個本來陣容就輸了 是說你這兩個角色練得還是很出色 阿,目前看起來是這樣的 對手那麼強啊 你的球棒剛剛已經心心堆了這麼多了 這個...就是少了一隻KIN嘛 對不對,你看你如果說 你有KIN的話 你現在這三隻的血量就不是只有這樣子的 你又會玩 我想你自己也清楚 所以有些玩家說這個遊戲有的時候 偶爾有些不友善 是不是說這個角色他抽不掉 其實也不是啦 就是有些角色真的是要刻金嘛 遊戲公司也要開發要賺錢嘛 所以一直都是講這個話題 對不對,你看現在這個特效就是很炫 很炫就是有課長在刻金了 阿,有課長在刻金就做得很炫 哇,這棒球棍真的是可怕啊 一直黏著波羅斯達 完全沒有概率防守 我這邊再給你再吃一個金屬騎士 像這樣的陣容呢,你就幾乎是不能動 所以... 沒有氣 我很討厭,他索尼克要索你的氣 等於憋著 好,我去看一下你的索尼克的速度 看有沒有什麼增幅卡可以做一點改造 還是有點裝備什麼的 我看你現在目前是放棄速度了是不是 這個是舊版的索尼克 1055速啊 好,這個賬號我們雖然沒有打贏 不過我覺得主人墊的方向是完全的正確 請繼續再維持 然後到時候我們還差一隻嘛 你如果金沒有的話 你就走溫德 然後速度的部分就先放掉吧 等到哪天遊戲速度比較平衡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再做考量 啊現階段就先不PK 那沒所謂,之後再P回來嘛 是不是 好啦,這個賬號整體來說 我認為是玩得還可以了 然後排行榜是279名 雖然也沒有很高的表現 不過這個整體呢 唉唷,李順生又 上次也來過這個伺服器啦 對不對,昨天狂人影片來說 動不動這伺服器都兩億三億 這誰也繼續打架啊 都是樣子 對不對,這伺服器都比較後面了啦 這李順生 S級請誰能幫你刷我啊 我可以刷哪個爛 這個 這個還可以啊 這還可以啦 這不會爛啦 你要刷成怎麼樣 你給狂人留言一下好不好 好吧,你跟狂人留言啊 因為我現在沒有動啊 你秋棒這個額外增傷啊 免傷率啊 這兩條是用得到的啊 我不可能說要去鎖你這個嘛 因為你看這上面還有一個嘛 對吧 所以你跟狂人講一下好不好 好,我再上來 好,走,換下一個帳號 有的時候你也不能夠去嫌棄人家這個帳號 不是,這個是怎麼回事啊 這蘋果的嗎 我看一下 下一個帳號是253伏107級 他說他玩的比較普通 事實上你不要去 剛剛講不要去嫌棄這個帳號 因為他這個大數據來說的話 很多玩家很大的可能 他都是在這個區間 是百分之九十幾%以上的玩家 前30名,前100名,前500名 都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 兩千萬 狂人看一下齁 你這個有水龍 有龍卷 有 就差一隻普洛斯 不過跟那天有一個很像 你不用普洛斯直接去打了一個白內障 然後 六十九萬 九十三萬 這個攻擊力 也OK 就是水龍的話呢 龍卷當更主要的 水龍也是次要的 升星卡不夠是不是 我時間比較忙 那你這個黑線的話 光能也瞄一下咯 看能不能夠安排一下 一百二十一隻可以啊 你到時候看看 那普洛斯 普洛斯還可以反場抽是不是 來得及吧 好,走 到PK場看一下 兩千萬 這個前面一位 我們打不贏啊 有普洛斯就打不贏了嗎 我看一下 同時觀眾也可以看一下 有普洛斯跟有King兩個 剛好對調過來了 對面他是 沒有King 那我們這邊有King 你看看什麼樣的結果 基本上這核心啊 核心就是人家常常講的都差了很多 我們就講了好幾年了 那事實上這遊戲都一直是這樣子 他一定會設法的淘汰上一個核心 所以他測試過了 哇哇哇 你這開局龍眼打得漂亮啊 不過他還有一個水龍 我覺得你應該是贏了吧 這樣子還會輸嗎 還會被靠一個反手丟嗎 沒有那麼慘吧 OK這邊再打一次 中翔 他其實不叫中翔 是叫冥翔 只是說他是一個大時鐘 大時鐘好像是周杰倫的歌是不是 然後去大笨鐘 深海王 不是對面脆皮啊 是這個很多人 他為什麼就抽了普洛斯 他沒有辦法使用 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他這個戰力還沒有起來嘛 剛剛對手是1200萬 所以他本來就是過渡期 這個也是修行玩家 好他的水龍還沒有出招 換你這邊了 這個水龍已經要不去了 要開不去了 你又給他突破了 突破完了之後再給他連錘 他可能不妙的要倒了 你這個賬號是問題不大 只是說我們找一個強一點的 好 找這個 3000多萬 換你越戰囉 你看是不是 對面的玩家 他速度也沒有起來 這遊戲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這樣的一個玩法 就每個區段的人不一樣 遊戲人他只有把錢寧可去買其他的東西 現在物價很高啊 買個便當講真的 不要講一百塊吃不飽 我有的時候這樣講了 一百三都吃不飽了 一百塊 是吧 然後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莫名其妙 所以年輕人都很苦 玩遊戲就玩遊戲 不講這個了 抱怨也沒有用 是吧 哇這個大笨鐘 大笨鐘想完了 龍捲又再給他去伺候一次 剛剛前一波 你的龍捲伺候完了就倒了 他的普洛斯這次沒有倒 因為他戰力比較高 你看他很危險 他普洛斯血條很危險 就說明了呢 你兩千多萬以下的人 你只掛一個普洛斯 基本上就是行不通 就是得倒 除非你是速度快的一方 否則你被這樣子龍捲炸一炸 就飛掉了 對面還有抽了一個文女 當年這個文女多強啊 當年這個文女真的是厲害啊 這眾多角色的每個人都抽啊 而且那也是狂人 有史以來直播最多人看的一次 你知道嗎 那天抽文子有差不多八百個人 在線上在看 直播 啊後來文子過後 就稍微玩家淡了一些 但其實 與其說淡了應該說文子是最熱門 是吧 這個角色都有熱門的時候 像水龍這一波也是熱門 然後梅爾這一波我看好 我的看法也是熱門 梅爾做得太帥了 然後 對面這一波在扛的話 可能沒得搞啦 這個是 末路了 不是說他不強 是說他這個已經是沒有反擊能力了 你這個是光是垂著去打你 你就受不了了 不過阿修羅當年還是很厲害 然後狂人等一下早上要去看牙齒 我覺得牙齒不好啊 哎呀喂 爆山趕回來支援了 他這個要打掉你的水龍 我們真的是想不到什麼方式 他可以打掉你的水龍 先不要講 前排了 對不對就是後排落出來 拿什麼去把水龍的血條打掉 這個就是當年的角色跟現在的角色差異了 打也打不掉 沒有氣了 水龍剩下普攻 你光是龍捲去干擾的話 另外兩隻也是得倒 就阿修羅活得最久了 這一波血條摘的不多 再給你打一下 格洛里巴斯 哇這個阿修羅血條還是好滿啊 用破洛斯的核心 不過你龍捲到了18關血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變數啊 我還在看 索尼克要先倒 沒有倒的話你血都出不來 索尼克快倒了 最後一關血引爆完了 要倒了 持續傷害 酸死 有沒有18關血 你阿修羅一拳 就是要給你垂個7千萬 這個龍捲還有8關血在等著你嘞 啊這個是太殘酷了 又在回血 前排還是很硬 這個玩家可能最近沒有打PK場 其實他就打贏了 也玩得很好 也玩得很好 水龍還那麼多護體 好 那麼這一場的話 目前到第三回合 怎麼 索尼克還沒有倒下來 這麼頑固啊 整個卡在這裡啊 這麼頑固還不倒下來 一直保有一口氣 這次萃雪打完 終於倒了 剩下一個甲蟲 應該是贏了 我們跳過吧 因為血太多了 這打到平手的概率應該是不高 看一下水龍好了 哇 哇這阿修羅的血看起來真的是厚了 一直打一直打阿修羅都不能動 然後五條血 弄一弄五條鞋 等一下這邊四條鞋 反傷反倒了 還有十五條 好 給你上一個普攻 好 到了第四回合咯 吹牛要發招了 哇 這大眼睛這次進來還活著 有點讓我匪夷所思了 這大眼睛可以活到現在 吹牛可能就可以解決了 龍犬的追起 一直追一直追 好了來了 哇哇哇這阿修羅的血條 還是厚 閃避 乘以二 還有最後一條 好了這場是確定是贏了 我們跳過 你連越戰也贏了 那麼這個賬號也做一個總結吧 就是這個樣的發展的話呢 之後 我個人是認為 以你這個賬號 你的破洛斯 可以的話就拿吧 因為你前面的陣容 已經 失去了太多次機會了 都沒有看到前面兩代的核心角色 所以你可能 破洛斯還是得拿一下 好不好 盡可能的把它給拿下來 黑卷應該是剛好的 你就專注去把這個破洛斯給拿下來 好了 那麼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了啦 結尾再來看一次 青銅組的預告 掰掰 再次回到最後 說明了 我會想看一遍 被解釋 你會有些新的 你會不會讓你 約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